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一定全部做完 反正就是长一点知识 至少知道这世界上有哪些国家 有哪些世界遗产 这遗产当然一定是好 如果不好 联合国就不会把它纳入 一定有它的人文 或者当然有些是自然的 天然的 那一定有它特殊的地方 如果是人文的话 一定是有人类的遗迹 经得起考验 一定有些特色 所以我们就是长一点知识 当你没兴趣就不要看 有兴趣你就是稍微瞄一下 有一个印象 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这是第三集 我们讲三个 这念都不好念 当然要念原文 可它又不是英文 意大利文 圣吉米尼亚诺 历史中心 它其实因为两个字 圣就是圣人 圣就圣人的意思 吉米尼诺 这都意大利文了 当然什么意思呢 待会下面会看到 它是1990年 文化遗产就人文的 不是自然的 大概为止 意大利就像一个靴子一样 所以意大利呢 我们长点知识嘛 它是南欧啊 至少你要知道意大利在哪里嘛 你不要说意大利是美洲 非洲 亚洲 那就土啦 人家就笑啦 南欧 像是靴子一样 它上面这边是瑞士 那法国在它左上方 然后这边是巴尔干半岛 然后地中海 这整个都地中海 希腊在这边 这边有一个爱情海 然后它这边有三个 人家说像踢那个球啊 这个当然也不是原型啊 它有三个地方 三个岛 两个 这两个是意大利的 萨迪尼亚是法国的 克西加 萨迪尼亚是这个 克西加这边 这是黑手党的 黑手党的那个岛 它就在这个 这边的地方 就是算北边了 它应该叫 吉米尼亚诺 吉米尼诺 我就念吉米尼诺好了 吉米尼诺 你看 它这个是历史中心 古色古香 它是意大利中北部 托斯卡 托斯卡纳这个区域 它区啊 先是区 再是省啊 所以他们欧洲国家区最大 分几个大区 区再分几个省 再分市啊 是一个城乡环绕的一个中世纪的小城 它这个 它这个地方有很多教堂啊 其中两座最有名啊 这个 这两个教堂 哥雷吉亚的 赛 阿格斯蒂诺 收藏了许多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候的艺术作品啊 这个 文艺复兴啊 就从意大利开始 然后再往北啊 往那个 法国啦 往这个中欧啦 往德国啦 那边 所以欧洲人看不起英国人啊 这欧洲已经开始兴盛的时候啊 英国还是满足 央格尔 萨克逊啊 所以 罗马帝国看不起欧洲人啊 欧洲人看不起英国人啊 英国人看不起美国人啊 那现在美国人看不起全世界啊 好 这个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啊 作品啊 它这个地方呢 历史中心呢 宝津战乱啊 可是留了十四座啊 不同高度塔楼啊 是它一个国际符号啊 它的城镇中心有四个广场啊 水井广场 祖教堂广场啊 Bicori广场及 Dali Irby广场 这个我们念的也不一定念的准啊 我也不会意大利文 就是照英文有边念边吧啊 所以大概就这个地方啊 这当然我们台湾人看起来觉得 没什么东西吧 这这这这这个 婆婆舅舅这什么东西啊 我们可能看不懂 但它好东西在里面啊 有很多收藏品在里面 外面看不出来啊 在里面 然后第二个呢是 Matera CCD Matera 石窟居民这个比较有特色啊 有特色 那石头教堂花园等等 1993年 它在意大利南部啊 就是要到快到斜根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 它这整个区域啊 比较特殊 石头城 石头城 所以欧洲也在土耳其那边这个也很多啊 土耳其那边就石头啊 就很就是避难啊 就是我们中国有什么云高石窟啊 就是那个石头啊 这种石头还不能太硬 也不能太软 因为太硬的话 砸不出来 它住在石头里面啊 要这个石头啊 对的 当然这个不一定啊 土耳其那边有些真的是 还有地下城啊 那个土耳其那边 还有地下城啊 就是基督教要逃避那个摩尔人啊 回教徒来追杀啊 那这个就是啊 这也算石窟啊 它是石头啊 有些是就是 基本上应该凿出来的啊 凿出来的 太硬的话不好凿 太软了又不行啊 所以要刚好 土质刚刚好啊 就是都是逃难啊 就是都是穷人住 都是逃难啊 你看 为什么我们这边看一下 但是15到16世纪的时候啊 塞尔维亚人 跟阿尔巴尼亚人 好 所以我们这个 台湾啊 最讨厌阿尔巴尼亚人 为什么 因为以前那个 讲究是被打到台湾来的时候啊 那时候联合国有席次啊 中国大陆没有啊 共产党没有 就阿尔巴尼亚人 提议 排我纳菲啊 提议 因为说中国大陆丢了嘛 所以他提议联合国通过啊 所以中国就 台湾就没有啦 所以蒋介石一看不行啊 就叫夜工操作 啊 算了吧 没有了 就 就发表一个什么 汉贼不了地 就根本 就是要被踢出来了嘛 就自己汉贼不了地 今天自己有个面子 所以这个阿尔巴尼亚人 逃离厄图曼土耳其帝国 在这边住 但是因为那个建材不够啊 你说盖房子啊 可能建材不够啊 你看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石头山啊 就用 用铁锹 用什么锹 哎 还好 哎呀 敲得动 就锁 开锁 然后呢 二十世纪出的时候 因为这条件不好啊 那个 后来被强制牵出 因为安全性上的危险 因为时间也久了 把塌下来 被强牵 不是不是强牵 强牵出去 强制牵离 然后1990年代以后 这边观光地啊 重新开发 所以你看 这个夜景还不错 夜景还蛮漂亮 这里面都有灯啊 因为他们当初做的时候 没有没有没有电灯嘛 只有油灯啊 没油灯 而且那个很贵啊 所以古代也不是说 我们看电视都有油灯啊 不是啊 那是过得还不错吧 有的根本就是 我们中国日出 晚上一片漆黑啊 你说为什么不点灯 灯要钱啊 都叫油纸啊 你自然的不行啊 都要去买那个动物的油纸啊 要花钱啊 那你说那烧柴火吧 那柴火也要钱啊 对不对 你说自己烧柴火去砍啊 那你 你家里旁边不一定有柴火啊 所以那个侨夫 也要卖钱啊 所以这个 古代就是啊 要取暖 要照明 这都花钱的 有的干脆没钱了 睡觉啊 日出而作 日落而喜啊 天亮了 上宫 耕田 天黑了 算了吧 赶快 关起门来 刚好跟太太做一些事情 小孩刚好看不到 最好 那当然现在这个照片是已经有灯了啊 夜景看得不错啊 从这个夜景也不错 当然它这个绿光镜不一样啊 这是现场看光 颜色都一样啊 但是绿光镜的关系 这个看起来比较啊 比较带点 土红色 红色土色 这个就比较偏蓝啊 偏蓝色啊 当然你现场看 不是这样子啊 就是照相照出来 颜色会有点偏差 有时候加绿光镜 然后它里面真的可以住啊 当然这已经是观光了啊 已经是修建过了啊 当初住的可能没那么好 那要观光嘛 就搞得差点像药子 那个时候住的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灯光嘛 没有这个灯嘛 那时候都是 煤油灯都没有 就是最早用那个金鱼啊 金鱼的脂肪啊 来当那个燃油啊 然后第三个呢 那这个就比较重点了 这就比较有意思 这个就是高档 比起前面两个看不出什么名堂啊 这个就厉害了 微青茶城 Celio Vicentia 还有这个 帕拉第奥 那帕拉第奥的别墅啊 它是位在托尼卡啊 这个地方 就其实两个啦 两个别墅区 这张照片比较看不出来 这看起来好像一般来看不出来 其实有的很漂亮 那后面就 待会照片就看到一些很漂亮的 好 它这个微青茶城啊 还有这个 帕拉第奥市的别墅啊 是位在意大利啊 这个微青茶 这个地图 忘了放上去啊 1994年啊 然后1996年扩大范围 因为它这个贵重在哪里啊 特色在哪里 主要是16世纪的建筑家啊 安德烈啊 帕拉第奥设计的宫殿和别墅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建筑啊 我们东方人一定学西方嘛 不会学美国啊 美国也没什么建筑 学欧洲 欧洲 那欧洲学什么 学罗马 罗马学谁呢 学希腊啊 像这样 当然我们中国有 我们中国传统是建筑啊 非盐 楼阁这些啊 但西方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很西方的一些建筑 所以真正这个 西方有很多 很 很文明的啊 这很有特色建筑 都在哪里啊 法国 意大利 这两个地方最多 德国有一些 那英国呢 英国已经算晚了啊 那美国的没有 美国就是学欧洲啊 所以这个建筑 建筑建筑家很了不起啊 你看一个人 他设计很多的工 一个人设计啊 当然他有个建筑群啊 那也可能有土地啊 有助手 但是主要的理念他的啊 就像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师 卑异民啊 那个不得了 这个是怪解 不得了 所以台湾最有名的建筑师 李祖元 他的同事 他的同事 然后这个主要 他主要建筑 你看 这些建筑很有特色的啊 阶梯拱门啊 阿克 这也不会念 Dileo Skelet 不知道怎么念啊 阶梯拱门 他这个阶梯的一个拱门啊 所以他们很精致啊 他不是只有一个拱门啊 他上面你看 做的 做两个人 也许是神吧 有什么 都是根据以前 希腊罗马神话啊 所以上面这些都很 很精致啊 这个 我们要是做的话 就做一个拱门 他不是啊 他上面还摆一些走兽啊 这不知道是狮子 还什么东西 长翅膀的啊 这是一定是神话中的人物啊 这搞不清楚谁 就是有纪念型 然后这边有浮雕 你看 弄浮雕 这边都做一些装饰啊 这边还有两个人 斜的啊 两个人 做的很精致啊 这可能是大理师 或类似的话 大理师之类的 做的很精致啊 当然难免会有一些破损了 所以他这个阶梯拱门 就这个建筑师设计了 然后呢 Basillica Basillica就是教堂啊 教堂或者会堂的意思 Basillica 这个 帕拉迪奥 帕拉迪奥的 巴西利卡 你不要念 帕拉迪 巴西利卡 也不对了 Basillica 巴西利卡就是教堂或会堂的意思啊 它是在 帕拉迪奥 就是一个大会堂 或者是一个教堂 这看起来不像教堂嘛 就是一个大会堂 这是你看 这建筑就是 啊 这个 这种建筑像 三大建筑啊 风格啊 现在 当然建筑风格很多了 一个是那个 一个是 哥德尔式的 就是尖尖的 挺上去 那这个 这个叫 叫什么 哎 这怎么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啊 一下忘记那个名词啊 就比较豪华风的 还有一个新古典主义 这三个啊 这三个建筑物 好 建筑形态 嗯 好 这想起来就是 巴洛克啊 巴洛 巴洛 巴洛克式的啊 一般是以白色为主啊 就是一些圆圈状 有些小柱子 走奢华风 你看这上面 你看 你看这个 魔鬼藏在细节里啊 你看这边浮雕 做得很精致啊 好 你看这个两层的会馆啊 上面都有人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二三个 这都是人啊 看起来就是真人大小啊 可能都是希腊罗马神话 里面的人 的神啊 好 这做得很精致啊 然后奥林匹克剧院 哇 这个剧院你看 人家的剧院也是啊 我们的两厅院啊 就是现在是风格啦 或者带一点中国风格 可是精雕细琐程度 跟他不一样 你看这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冰玉火里面 有一集那个 无灭人啊 杀手里面的那个 你看都是这个 都是浮雕啊 先 先 一般浮雕突出来 他是先里面先开挖 挖进去再做浮雕出来啊 就是很多人在上面 所以你看这种剧院 啊 这个演奏是在这边啊 乐团是在这边啊 这个上面这个地板啊 就是人家的表演歌剧啊 这个演奏在下面 演奏都在下面啊 让你平面看不到他啊 可听到声音就是 不抢那个光彩啊 甚至有时候他可以升降 他可以再往下降 就是让你看不到 只听到音乐啊 但是 开始表演的时候 那个他会升起来一下 让大家看到 所以他这个活动的 然后看一下啊 哪些人在演奏 然后指挥家 跟他一举功啊 大家鼓掌 表作谢谢 谢谢你们演奏 然后他降下去 就看不到 不然这样看起来会 会挡到一点啊 他可以降下去 然后就在这边表演歌剧啊 所以你看 他这个整个布景啊 当然啦 他不一定每个布景都这样 因为他有时候 演不同的剧的时候 他部幕可以拉下来 可以挡住啊 你看这个背景 你看这个做的多精致啊 那么多浮雕 而且是凹进去的这种浮雕啊 都有一些背景就很漂亮 你看人家剧院 就做了美轮美化 所以我们仍有时候 要有一点的艺术气质 我们要看一下外国的 尤其是经典的 意大利的 法国的 德国的 甚至有一点英国的 他们的文化精髓 就是 所以这个 这个 文艺复兴时代 是整个欧洲人类的一个精华 这一排的人啊 这些雕像的话 整个就看起来平淡无奇 那上面加这些东西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 这种圆柱形最好就是从希腊 这标准的希腊式建筑 所以 帕拉蒙龙神殿啊 都是 希腊很多神殿都是有种 柱子的 柱子状的 而且是白色的 然后 统领凉郎 这个地方 这也是 古色古香的 当然因为时间久远了 刚做好的时候 不会那么旧了 就像我们以前那个 说电视剧演那个 什么 周潮的 哇 他那个喝酒 那个顶啊 弄个绿绿的 说为什么绿啊 你看他顾问博院上面绿啊 他真是白痴啊 他刚做青铜一定很亮的啊 那摆在顾问博院 经过了两三千年 他当然有那个铜绿啊 他绿的你就 也做一个跟绿的一样 这个脑袋的时候很奇怪 那你青铜刚做的时候很亮啊 光可见人啊 青铜还可以当那个镜子啊 当然看了没那么清楚 那几千年变铜绿了 你去做一个旧的 这个笑死人的 所以这个刚做的时候 一定比较漂亮啊 经过了很久啊 这已经有点颁补了啊 所以这个也是很漂亮啊 所以这边就是 当然如果说 这个世界遗产 如果碰到一个特别有名的 那我们就介绍详细一点啊 那有些 就是我们也不太清楚了 可他列在里面 我们就蜻蜓点水 只能蜻蜓点水 弄一些照片啊 来看看介绍 至少让大家有个印象 这是我15个YouTube频道啊 像我们我们这个 常识宝典是跟英文 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的啊 那我大部分是英文的啊 这些对你的英文都很帮助 麻烦15个啊 15个频道啊 包括这个常识宝典 全部都按个订阅 表示鼓励啊 支持的意思啊 这一期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